他的左上角叫成績系統 三 他的底色 我把它改成大概淺綠色的吧 大概就這幾個地方 那所以第一個呢 我先插入一個字定錶單之後 二的話呢 把他的名稱改一下 那他的名稱怎麼改 目前他的名稱叫U12縫1 如果你要變更他的相關的那個外觀 還有資料的話 都會在下方有個屬性 那這個屬性前面講過 如果你忘了 你不小心把它關掉 在檢視裡面呢 也會有一個叫屬性視窗 從這邊 那如果你要變更他的名稱的話 一 點選表單 他有個Name 你請你把它改成Home 那我習慣叫Home OK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你的表單的名稱 變更了 第二的話呢 我希望他的左上角叫成績系統 那左上角呢 這個地方你找到底下的屬性 叫Caption Caption就是他外觀 這個地方叫User縫1 那請你把它改成成績系統 OK 好這樣子 Enter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第三的話呢 他的底色 那我希望他變成什麼 變成淺綠色吧 OK 那底色的話呢 他的屬性叫Back Color 顧名思義嘛 底色 那你可以點這個箭頭 他會出現那個系統 那你改調色盤 那你改調色盤的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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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底下的這邊有一個叫命令按鈕 會有三個啦 其實其他暫時用不到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 標籤文字方塊跟命令按鈕 那我們第一個先怎麼樣 先拉一個這個標籤 那請你在這邊 剛剛我的習慣 拉一下 大小大概這麼大 那錶單如果不夠大 你可以再把它拉大一點沒關係 這個反正大小跟什麼有關 跟將來你秀出來就這麼大 你要大一點沒關係 小一點也沒關係 這大小你自己決定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根據這個叫Label1 名稱不用改 你直接在他的那個什麼 caption屬性 改成姓名 然後通常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怎麼樣 它的上面的訊息變更之後 可是字太小怎麼辦 請你呢變更下面有個屬性叫縫 縫的話就字型 不過它有個機關很小 它的按鈕這麼小一個 所以有的同學找不到 其實點下去 它就彈出一個視窗 字的大小大概差不多18吧 然後按個確定 其實大家看要不要改 不改的話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顏色我們大概看一下 大概就是 字看要不要換底色等等 如果不改的話字的顏色 這個叫FourColor 有沒有Font的下面 那顏色也許把它改成紅色好了 反正都OK 好改一個之後的話 其實底下還會有總共有4個嘛 那我的習慣這樣 做一個之後 如果你下一個它在做 還在做它在改很麻煩 所以通常會拿這個 來複製 那複製的方法很簡單 按Ctrl鍵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又整整齊齊了 不過你會特別知道 要拉的就要拉準 不要拉Y7扭8這樣子 這樣也沒有關係啦 以後如果你Y7扭8 這樣也不要隨性嘛 不過一般系統還是要整整齊 那怎麼讓它排隊排整齊 格式 1喔 特別選取它們4個 格式呢 記得對齊 排頭為準 有沒有 向哪一個 向左看齊好了 主控向 那主控向就第一個選到那一個 的左緣 有沒有 再來呢 它的間距不一樣怎麼辦 格式裡面會有什麼 垂直間距 設為相等 這樣不OK了 然後其他裡面的名稱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答案考核複製一下 直接再切到這邊 把它貼到那個Caption屬性 貼上 Enter 改了有沒有 兩個三個四個 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這個文字方塊 拉一下 大小 大概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反正就大概這樣子吧 讓大家可以填 那做好一個之後有沒有 底下也是一樣 不用再做了 兩個 按Caption鍵 三個 四個 要拉準 應該還蠻準的 如果不準沒關係 選它 格式 對齊 左緣 好像已經對齊了 垂直間距呢 色違相等 OK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命令按鈕 然後命令按鈕上面的名稱的話 把它改一下叫什麼呢 叫新增好了 叫Caption這個屬性 它叫CommandButton1 叫新增好了 好 字太小 一樣 鳳這邊 把它改成大概18 顏色的話呢 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 改個紅色好了 這樣比較醒目 好 改完之後的話呢 這樣我們就 大功告成了 這邊把它拉一下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要讓它可以秀出來 對不對 怎麼秀呢 這邊有個執行 按一下 它就彈出了 OK 不過當然會有個問題 以後呢 你不可能說 以後要給別人使用的時候 請它開啟Visual Basic 請它開啟自訂表單 執行 所以你需要什麼 最好會需要有一個按鈕 在這邊吧 那個按鈕也就叫啟動成績系統 有沒有 它就按下去 這個就啟動了 那要怎麼樣 多一個按鈕 其實你就是 一個按鈕就多了一個Sub 那Sub裡面的話 其實一行程式 pong.show 它就秀出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自訂表單先做出來 那做出來 大概第一個 按右鍵自訂表單 第二個的話 記得由外而內 由左到右 分別把它試做看看 裡面我大概用的 總共會有 1 2 3 3應該是這個 命令按鈕 請各位試一下